误误 玩一下 还有事 仔细小心点 放心 闻吧 来 闻 有数 一 二 远 一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语 你说你急着忙哼把我叫过来到底什么事啊 你赶紧说 我得请着假呢 一小时扣我三十呢 着什么急呀 三十嘛 我给你 你给啊 那你给就不能给三十的 你得给五十 我再打折折折 说吧 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找你随便聊聊 我 你杜总就是杜总 大手笔 随便聊聊就给五十块钱 行 反正我这一小时卖给你了 说吧 咱聊聊吧 剁包怎么样 挺好的 吃麻麻香 顿顿吃的都比我多 孩子现在进去长身体的时候 给他吃点好的也是应该的 我亏不了太醉 我舍不得吃我也得给他吃 给你打听个人 谁 那个小护士陶燕是怎么样 陶燕 还行吧 就属于那种 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仙的 跟你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 主要是他老给豆瓣买东西挺大方的 我问他不是这个 不是说他跟黄元帅怎么样 我估计也就是在交朋友的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 怎么可能你看黄元帅生病的时候 那小护士对他的照顾 真是百亿百顺 哪像是小护士 简直像个地主家的小丫鬟 这我觉得你就想多了 你想的陶燕他就是个护士 是吧 什么照顾什么的 那他是作为护士的 他是一个职业习惯 那黄元帅对他呢 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 我估计也没当回事 没当回事还帮人借礼服 我看关系不一般 怎么不一般了 你前夫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是吧 热心肠 别人甭管谁求的什么的 你别说借礼服了 他就管着借黄袍 黄元帅也能开着车到十三陵袍去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不过杜小宇你今天跟我说这个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 是我昨天跟黄元帅演戏 接待他爸的朋友 我就看着一家三口齐了融融的 恍惚觉得我这欢是不是 离得草率了点 绝对是草率了 妹妹 你跟哥说实话 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不是后悔 我就是觉得黄元帅好像 没之前那么可恶了 我黄元帅本来他就不可恶 是吧 我一直觉得你们俩挺好的 你看天造地生的一堆人 你干吗弄离婚呢 不是 小宇 我个人认为啊 离婚那会儿 你觉得也就是成一时之勇 图一时之快啊 应该咱爸说得好啊 衣服还是穿旧的舒服 老公还是原配的亲 要不 要不这样 我出面跟黄元帅打一架 好吧 我保证二十四小时之内 我让你俩复婚 行不行 你打住 什么干什么呀就复婚了 我说我现在有点感觉 有感觉就好 咱跟着感觉走呗 别别别 这时候我还得好好想想 那 你好好想想吧 对了 你就大嘴巴 回去千万别跟我乱说啊 杜潇雨你说这话 你这个不了解我 你跟我浑身全是缺点 我就一优点 我嘴严 这杜潇雨 真是这么跟你说的 千真万确 把我骗人家我身心儿子 什么坏 那你不骗我 你也是我儿子 我都说不远了吗 杜潇雨 你把杜潇雨跟你说的这些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他就说 他就看着一家人 其乐中重的样子 他仿佛觉得当初离婚的决定 他就做了有点草干 就这些 就这些 那你 注意他说话的那个表情呢吗 什么 表情 就是表情就是神态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妈妈 我嘴巴我学不完这事呢 那我再问你啊 你看他说话那样 像是认真的 还是闹着玩呢 这能就太动了 这种事没有闹着玩 你当然是认真的 太好了 你吓着我 你怎么啦这是 我告诉你 杜潇 那 从今天开始起 从来上班啊 你把手里所有的事 都给我放一边 咱们万众一心 政治成城 抓紧时间办一件大事 什么事啊 什么事 让你妹妹跟黄元帅复婚呢 我一人 万众一心 忠志成城 你这理解人有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要起主要作用 占主导地位 知道吗 你要坚持住 要顶住 我顶住没问题 问题是我具体干什么 这太简单了 一边说啊 精心策划 咱们无法保持 咱们得来胡说八道 然后狼狈为奸 我够渗哪 怎么听都不是好事呢 好事大好事 我跟你说 孩子 你就把这件事给我办成了 老爹我重重伤你 你快点车呗 我告诉你不排除这种可能 成 爸 就是我您的态度 就是您的好情 就是我这敢动 这事我跟你说 我把脑袋弄出血了 我帮您办这事了 好 好 您说怎么办 首先 咱们要统一战线 发动群众 可我是不是还就弄几个人 你说我统一谁我发动谁啊 露露 铁钉 豆包啊 李怀宇啊 把这把咱们这些人都联系起来 全都拉到咱们战口里来 让咱们成为战友 您是 铁钉 铁钉 露露 铁钉 小点拉过来也没多能用吧 吓死我 不可小事啊 人小力量大 别看力气小 联合起来 齐了一半斤 好 就照您说的办 好 陶雁 你下班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啊 我来找你啊 有事吗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走啦 这么神秘呀 这是干什么呀 再过两天呢 我们护士知青选拔赛 就在这个礼堂就行 我今天好不容易 托关系找人才把门打开的 就是想带你过来看看 你这是想让我给你暖场是吧 恭喜你 你答对了 那天你给我做完工作之后 我就去找座委会 重新申请了比赛资格 这两天一直在练呢 加班加点的 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你帮我参谋参谋 调调毛病 行 来一个我听听 请 你 край assum 感觉怎么样 还是有点紧张 不是 是 Zam vor 你酒档抬 unchanged 一个人都没有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叫桃燕 是来自第四人民医院 骨科住院处的一名普通护士 我演讲的题目是 声如下花 干吗呀 你们别打断我 不是 这个地方它是会有掌声的 微笑啊 微笑免得这些 让掌声听了 继续 坐了半天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这怎么办啊 这件事 难 怎么难了 老话说得好啊 好马不吃回头草 且不说这黄元帅是不是比好马 你就说他那么好面一人 当初义无反顾 严重潇洒地把这婚给逼了 他现在就是有心想复婚 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所以啊 所以咱们得帮他们呀 是吧 咱们要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是吧 让他们求大同崔晓宜 重新坐在谈判桌上继续谈嘛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啊 不难我能来找你吗 李欢宇 不是 你想啊 咱们这帮人当中 谁智商情商最高 你呀 我绝对相信李欢宇 你只要一出马 立刻就能让他们重新燃起爱情的火 真的 你别奉承我了 我最近挺忙的 真帮不了你 你忙个鬼呀你忙 就你那破熟疤一天到晚 连个人影都没有 你回去能干吗呀 不就面闭吗 你才面闭呀 我那是在思考 我思考都是未来发展的大事 一个活动 你甭跟我讲的思考 你就说 黄元师这事得帮不帮忙 不是帮 是爱莫能助 你别跟我拽这门子啊 我告诉你李欢宇 你要不帮这忙 你肯定会后悔的你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要帮这忙你 你便宜你占大了 不是 我能占什么便宜啊 不 我就纳闷了 你挺聪明一人 你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 你看 你是不是对那陶雁很有好风 你是不是对陶雁跟黄元师之间 你 那点 你有点耿耿于怀 不是 怎么了 你 你要是跟我 咱俩努力让黄元师跟我妹妹复婚了 那陶雁那是不是就空白了 陶雁那要一空白 你是不是就有机会填补这空白 你要一填补空白 你们俩是不是就 这叫什么呀 这叫玉蚌相中 渔翁得利 螳螂捕蝉黄雀灾河 亡羊捕蝉维持不管 我跟你讲 不不不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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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突然不明白 就是你这个情商 怎么一点都不比我低啊 我 我就 主要还是你当局整 对对对对 当局整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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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太对了 千针万圈 一针见血 这样咱不打球啊 糟了 回去给原厂开会去 不不不不 不是 开会可以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 你不说我说呀 听我的呀 那咱进几行驶 那咱可说好了 泥主说 撤退 不 等会儿 你别着急 这酒还没喝呢 别浪费了 不是 你这喝不喝 我不喝 那我全喝 好啊 你悠着点声声 哎哎哎 经过了无数人情冷暖 看过了那么多生离死别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热爱 护士这个职业 它就像是一盏小小的灯火 在病人忍受疾病折磨的 黑暗当中 带来一点温暖 一点关怀 一点光明 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是我希望 也愿意用自己全部的青春 为白衣天使这个称号 增光天才 为我的生命得到升华 谢谢大家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差劲 照直说别客气 没有 讲得不错 真的 口齿清晰 节奏紧错 感染力也不错 但是 我还是觉得 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说不好就是觉得 感觉 有某个地方不对劲 哪儿啊 哪儿不对劲啊 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台下 就我一个你熟悉的观众 这时候你的心情呢 是极其放松的 也可以说你是可以达到 超水平发挥的 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 如果到了比赛的那一天 场下每一个位置上 都坐上了一个陌生人 那时候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能面对你一个人 面对他明天没问题啊 违逼吧 那你得证明给我看 这我怎么证明啊 我又不能现在打电话来叫人 把这儿坐满啊 所以说啊 我觉得在剧场彩排 不能解决问题 好 那怎么办啊 离正式比赛只有两天了 两天啊 我知道啊 关键是 你想不想证明昨天 我当然想啊 好 那行 那你跟我来吧 去哪儿啊 跟我 大 你带我去哪儿啊 到了 到了 你跟这儿吧 在这儿干吗 把你刚才在剧场演讲的那种 在这儿 给我放大嗓门再来一遍 开什么玩笑啊 没开玩笑 我跟你说讨厌 这是克服你心理障碍最好的 这地儿啊 人来人往 没一个你认识的 知道吗 你就当上大家伙的面 再来一遍 我不行 回来 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走了 等于失败了啊 你这么甘心认输啊 你 人家会笑话我的 没人会笑话你 我跟你说你要说得不好 顶多大家做鸟兽散 各忙各的 你要说得好 大家为你鼓掌 给你支持 多好啊 一会儿我就跟面站上 谁要过来捣乱笑话你 我第一个冲出来来保护你 喝一口 相信自己的潜能 勇敢点儿 预备 开始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叫陶雁尔市 来自明镜的补货主任 会的一名评论 大点声 我都听不见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 我叫陶雁尔 是来自人民医院 骨科住院部的一名 普通护士 特别普通啊 我演讲的题目是 生如下花 从小我就有个梦想 我希望自己长大可以当您医生 所以高考的时候 我也报考了 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可惜 差了一分没有考上 被调剂到护理系 这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经过了许多生离死别 看过了那么多人情温暖 我发现自己真的越来越爱自己的工作 它就像是一盏小小的灯火 在病人忍受疾病之物的黑暗中 带来一点温暖 一点关怀 一点光明 我知道我的能力可能有限 但是我依然希望能够用我宝贵的青春 用我辛勤的工作 为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增光天才 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升华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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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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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云帅 在哪儿呢 不是 我已经往回走了 我得接孩子去 你今天演讲得特别不错 真的 恭喜你啊 我是听你讲到一半我才走的 你怎么回事啊 你把我一个人扔这儿 你自己跑了 不是 我真的有事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今天进步巨大 真的 等到比赛的时候啊 我一定到现场 带头鼓掌 先这儿 我开着车呢啊 拜拜 我的赛头鼓掌 摊头鼓掌 什么ドUS 不是跟我借钱啊 借什么钱 不是 不是 我没什么事 我借什么钱呢 我没 就想跟你谈谈你前期 我妹妹 杜小雨 杜小雨的事跟家说不就完了吗 还非得到这儿来 还得麻烦着小鸭看着孩子 不不不 这这这这现在正是 是吧 你干嘛呢 开热闹呢 你说两句啊 你这 那个 根据我们的观察研究分析和判断 杜小语有意思打算跟你复婚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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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没急到我给吓的 他什么时候说要给我复婚 动了 跟你说的 专门把我叫到家里去了 仔细地打听你现在的感情状况 说自己非常后悔闹主跟你离婚了 说你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可恶 不可恶是含蓄的说法 说白了就是觉得你可爱 是 这些年也算他说了句实话 怎么样 什么都没了 复婚啊 他想离就离 他想复就复 我黄某人在三环外 好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就这么让他胡来合去的 不不不 这绝不是胡来合去 我跟你说 顶多 顶 顶多算是王爷普劳 是吧 对 你看 黄嫩 会不会说 不会说 别说 你别说 话不能这么说 你也算是在婚姻外边 流动了一大圈 不是 外面的世界你也看到了 虽然表面精彩 但是暗藏杀鸡 没错 葛晶晶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说你跟杜小禹 复婚他有多什么坏事 最起码大家知根知整 是是是 是是 丢出去的盆子 溅出去的水 好吧 可不是回头草啊 没人让你吃回头草 你可以多欣赏欣赏 也没坏处啊 是是是 反正你闲着也闲着 时间长了 你那块园子都荒废了 是 荒废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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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荒废了 不是 你 你是说的 不不不不准确啊 我跟你说 她的意思是这个 说你跟小禹 你们俩先改善改善关系 是吧 等什么时候情投意合了 举案其眉相近如宾了 也 也就水到渠层了 你说 行了 多的不说了 我呢 也是早想跟她改善改善 这一个关系 省得整天 剑马奴章跟仇认着 我这是脾气也不好 男人嘛 这就对 你可以先做朋友 再谈别的 是 你得先拿出个姿态 要 要不这样 我跟欢宇我们俩凑钱 你点个地儿 你请我妹妹吃顿好的 你俩好好谈谈 行不行 不至于 明天我直接去请她 既然前妻有了友善的态度 我多少也得表现出 前夫大度的一面吧 实现声明 这也绝不是服软 而是渴望看到杜小语 承认失败之后的沮丧 那将会是多么地令人激动 令人向往的时刻啊 男人嘛 直播《沮丧》 马里奥 我上了怎么啦 杜总早 早 来一下 走了 一秒 搭照给你送来的 新闲着呢 叔啊 你对人家得上点心 对你这么好 你对人不公平 听听听听 咱能不能别三句话 离不开搭照 换个话题 换个话题 换什么呀 暂时的 我说你这每天 第一个来公司上班 你不那样 宣仙士族得监住啊 有你杜总带头 马上就有人跟上 谁啊 黄元帅 你今天来的就比你早 表现好吧 好 果然新鲜 走了 你 你们拿走啊 人给你送来的 早啊 杜总 早啊 杜总 奇猛了吧 来这么早 你不是常说 成功人士最大的优点 就是早到半小时 晚走半小时吗 我也想像你一样 尝试一把成功人士的感觉 那得坚持不懈的努力 良好的开始 总比好高五元强啊 这么早来公司 什么事啊 晚上有空吗 干吗 别人送了我两张化学票 恋爱的蜗牛 一块去看吧 你要请我看戏 没那么正式 你就当放松一下心情 瞧瞧人蜗牛怎么恋爱的 不好意思 晚上公司高层要开会 那就太遗憾了 好 那要不改天 改天了 等一下 我想 我要是跟玛丽要请个假 他应该不能把我走着吧 那就下个班 往路送回家 再来公司接你 来来来来 快点吃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不是你们家小哥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给我吐手 好 你得真够大啊 哥们 拿别人相处跟自来说什么 关键时刻 大招都出什么意义 没事 稳住了气 反正那是以前妻 杜小语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不用我再重复你 记住分三个阶段 循序进进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言语挑逗 创造两个人亲密不见的 打起了气 第二个阶段 就是身体接触 时不时 找几个挪挪肩板 拉着哥们 第三阶段 直奔主题 我总天上跟这个有良家父母说的 这怎么能是有良家父母啊 这是重新追回昔日的爱情 是神圣无比啊 是是 记住啊 一定对的 对 如果行 这也没意思的话 要是你晚上就甭回来了 我们跟这俩没你 我挺好的是吧 你俩要把我扫出门啊 没没没没没 喂 你好绝对你 你好啊 行 有根白头 我给你扒吧 好 这是你干的白头啊 成功啊 元帅 你怎么下班又回来了 我找杜总有点事 你这打扮够精神的呀 约会吧 别别别可别乱说影响不好 我告诉你啊 小语和马里奥现在 你这是 我不插足不插足 我就是说给你们看的 分了不是仇人了 离了还是朋友 回去 怎么会这样呢 你放心我的责任 我会全部承担 小语 这件事很严重 我们马上去给纵红次汇报 妈妈 你喝 怎么着啊她这儿 她是不是不知道下了班的 我以后具有攻击性啊 走吧 干嘛呀跟吃了外仗似的 一份邮件找不到了 我以为什么重要的事呢 咱们公司最有缺的就是文件 再写一份 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他们硬说发到我邮箱了 可是我真的没有看到 别逗了 你邮箱都有什么重要文件 那都是浪马写给你的肉麻情书 你进过我邮箱 你进过我邮箱 就是不叫你换密码 你没换 我说我进去 溜达了 你删除过我邮箱 我删的就是老爸的情书啊 我写的那些都要看了 你不收信了 你上了多少次 你上了多少次 我上西班农的 我上西班农的 王颜帅 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 我上了一些老通不一定的见 你毁了公司一千两百万的生意 天哪 王马情书有那么直接吗 在你删除的邮箱里 由意大利总部马里奥总裁 给商务会发来的公函 下部的洽谈会 谈的就是这个项目 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公函 所以耽误了时间 那个项目就与别的公司抢走了 什么马里奥总裁 咱公司不就一个马里奥吗 这个马里奥 不是刚才走的那个马里奥 是意大利总部的马里奥 什么 总部还给马里奥 这回元帅跟小语复婚啊 得给他们好好办一婚礼 找一大草兵 办一新式老餐会 花不了多少钱 还特浪漫 对 婚礼是该办 但是 这回这份子钱我就不随了 为什么呀 他俩结婚的时候我都已经随钱了 怎么着 复婚我还随 再离呢 再复呢 这就没完没了了 我不能当这元大头啊 杜小语那可是你亲妹妹 亲妹妹怎么了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是吧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戏看完了吗 不是 那个我吃饭了没有啊 小语怎么做 别跟我提杜小语 谁提我跟谁急 看她的样子好像没谈妥呀 要不我再进去问她 别别别别 一看你在气头上呢 等在冷静里就再说 好 行行行 喝酒喝吧 你把黄元帅开除了你让她怎么过日子 再说了她还帮你带儿子呢 什么叫帮我带儿子儿子不是她的呀 再说她一大男人犯了这么大错误 造成了这么大损失 她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开除都是便宜她了 不就是删了你一风一迈儿吗 又什么了不起的 黄元帅能把她删冷 那是出于对你的爱 那也叫爱 那叫小肚鸡肠 小肚鸡肠也是爱 没有爱她哪来的小肚鸡肠呢 因为她小肚鸡肠 公司一千二百万的生意泡汤了 你们那么大个公司一千二百万生意不做就倒闭了 你弄明白喽 黄元帅 露露的爸爸 你的前夫 这理儿和面儿也总得弄清楚了吧 这不光是钱的问题 还关系到公司的兴趣还有形象 反正她黄元帅不走 我这个副总经理就没有立足之地 有那么羡慕吗 你是大象 黄元帅就是个小蚂蚁 就允许你大象横冲直创四处点火 你总得给这个黄元帅小蚂蚁 留一条苟延残喘的路吧 爸 这件事我跟你说不通 那你就看着老爸的面子 让黄元帅回来上班 不行 这件事我谁的面子都不给 把脚抬起来 过去 那你抬抬手让黄元帅过去 你竟捣乱呢你 你说你这孩子我这叫捣乱吗 我 低低头认个错 这事就算过去 我凭什么低头认错 大局为重 工资是硬到底 少来 我再重申一遍 不是他杜小鱼炒的我 是我自己辞职 他少过来资本家那一套 动不动就炒鱿鱼扣工资了 我那儿给他面知道吗 大丈夫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瞧不上我我还瞧不上他呢 他现在需要的是溜须拍马满嘴 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的马屁精 他甭过那儿药物洋味发好实力呢 大又不伺候 你不伺候你就没这份工作了 没这份工作你就没有高工资了 没高工资你靠什么仰呼你还有鹿鹿啊 这些你们放一千个心 我黄元帅还真不怕没饭吃 凭我的资历学历人格魅力 我还不信我没地儿去了 还真别这么自信 你那点学历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 连硕士博士海归研究生都找不着工作 你现在只能垫底了 那个垫底呗大不了冲头再来 怎么就冲头再来啊 不就一个破一妙吗 怎么就得拼个鱼丝网破吗 我说了那不是一份破一妙的事 至于吗 至于 哥哥别费劲了 我说过了 从今天开始我跟杜小雨老死不相往来 他走到了阳关道 我过我的东木桥井水不犯航水 没花三块 别管他了 还讨压 讨压吧 对对对对 还有讨压的事 赶紧跟我说说 跟我走 讨压 你们怎么才来啊 我都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怎么可能呢 你比赛我们必须站脚助威啊 给你 谢谢啊 怎么就你们俩啊 袁帅呢 那个袁帅公司有点事 他忙完了就过来 对你是第九个上场是吧 你放心 第八个他准到 行 那你俩赶紧跟我进去吧 好了好了 走走走 全市医疗系统护士执行选拔 演讲大赛 现在开始 下面请各位参赛选手上场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参赛选手 一号选手来自朝阳区富有保健院的护士刘靖 二号选手 二号选手来自东方医院普外科书院处护士王小芳 三号选手来自花家庭社区医院的护士周美林 四号选手同样来自花家庭社区医院的护士毛小凤 五号选手来自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处的护士刘友 今天元帅给我辞职信了 你签字了吗 还没有 要听听你的意见 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他必然要承担责任 我有给他介绍过别的公司 但是被他拒绝了 他还算有骨气 那我就签字了 按规章办事吧 好吧 大家好 我叫周思思 是来自解放军305医院住院处的一名普通护士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燃烧的青春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我的父亲是一位前公 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在我上初中那年 他被检查出严重的心血管流 当时转了很多家医院 医生都表示很难治愈了 黄月师你赶紧到礼堂来这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陶芽紧张语物如此 他现在想放弃比赛了 你们再劝去他不行吗 我哪儿劝他去 人都找不着了 拿电话也关机 你们等着 get out 早点 来叫找到了 拿 一 好 走 走 喂 怎么着 人在里边啊 一直在里边哭的 怎么不进去劝劝啊 哭得太凶了 你真 阿娅 别怕 别怕我 走吧 你不是说 我要站起来自己吗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刚 我刚才在 送了一个 比较亲爱的全职人 去场都坐满了 你说你奇怪吧 天强上好多人都不怕 剧场做男人都怕什么呀 不一样吗 我还看见了一个人 谁啊 我不想 让鸟儿捕毁我 你爱我 请你把妈妈还给我 银河不适合 银火不适合 美好的生活 不是嘴上说 心空不寂寞 夜色都温和 如果你爱我 请你告诉我 这个问题让我受折磨 你的脑瓜让我难捉摸 我爱你 请多多原谅爸爸我 我不要你大声的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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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不孤单的生活 你爱我 请带着妈妈抱抱我 银河不适合 银河不适合 银火不是火 美好的生活 不是嘴上说 心空不寂寞 夜色都温和 它将在老伙子 让我看看 看看 你估计 如果这 reag gim pronouns 感谢观看